第15题 某生将一个正整数A A是正整数 分解成直因数 旁边都是直因数 相乘 这个叫直因数分解 计算过程如下 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好 我们经过这个直因数分解 我们就知道 这个A呢 先用2来除 A除以2等于B B除以2等于C C除以2等于D D除以3等于E E除以3等于F F除以5等于G G除以5等于7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反推回去的话 那这个G呢 就等于7乘以5 写成标准分解式 就是5乘以7 小的写前面 大的写后面 那这个F呢 就是7乘5乘5 也就是 5的2次方 乘以7 这个E呢 就是 7乘5乘5乘以3 就是3乘以5的2次方 再乘7 那这个D呢 就是从7开始乘 乘到3 那就是两个3 两个5 一个7 那这个C呢 就是再多乘一个2 2乘以3的2次方 乘以5的2次方 乘以7 那B呢 B就是 从7开始乘 乘到最上面这个2 变成2的2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乘以5的2次方 乘以7 那最后一个A呢 就是把这些呢 全部都把它乘起来 也就是 2的3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乘以5的2次方 乘以7 好 那这个哪一个选项 是正确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选项是对的 B等于2的2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乘以5的2次方 乘以7 这个没错 C选项呢 错了 应该要多乘一个2 这个B选项错了 C选项呢 这个1 这个1等于3乘以5的2次方 乘以7 那它多乘了一个3 所以C也是错的 诸选项 F等于5乘以7 错了 少乘一个5 G才是5乘以7 F是5的2次方 乘以7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选A